不過請問安格斯了 是不是有哪些星座說 其實換了個髮型 整個人運勢就會大開 夏宴映早安 你看像你頭髮上的淺棕色 其實是今年2016年 在冬春季最夯的也是 你知道嗎 我們在每一年的雜誌 都可以看到很多時尚 你怎麼樣改頭換面 會為自己帶來好運 你知道12星座 有三個變動的星座 那這三個星座 只要是換了這個造型 它通常都會為自己 帶來不錯的運勢 首先講到第三名 改造型帶好運 是雙子座 雙子座它基本上 天生的星座色就是紫色 但我們現在知道 改變你自己的頭髮顏色 其實很簡單 也可以用噴的 可以用抓的 或者是甚至去染個髮色 都是不錯的選擇 雙子座的紫色 一生都不會變 我們講到雙子座 擺變千面取勝 也就是說你一直改變自己 說話的方式 做事的方式 那你就可以讓大家 有換來一新的感覺 保守一倍埋沒 所以雙子要常常改頭換面 這是第三名 所以雙子兩個人 你要常常換來換去 換來換去就會有新意 那麼第二名 誰也需要換一下 其實第二名 我們可以給大家一個 很好的建議 因為在近年來 大家突然喜歡開始藍色或綠色 這兩個以前不常見的顏色 就是頭髮你這樣一撩看 裡面就藍藍綠綠的 對 你知道藍色綠色 因為它容易洗頭髮會掉色 它會退成那個 我們這樣開玩笑講的台客黃 所以藍色綠色 你洗頭髮一定要護髮 我們講到這個水瓶座是第二名 水瓶座天生星雲色 就是藍色 而且是天藍色 像我們的背板的顏色 就可以舉例 這是你可以在頭髮上調染 因為像我們如果 有些上班族朋友 不適合太跳通 那你就調染一些藍色 或是抓一些髮色 創新搞怪天氣 是水瓶的這個外星人特色 獨特可以引化題 所以就可以招來貴人運 好 剛剛雙子跟水瓶 都一定要換 不可不換的還有誰 不可不換的第一名 超過這個外星人水瓶座 還有誰 就是十二星座的 第十二個星座雙魚座 它既然在第十二 它代表它有前面 十一個星座的特色 那這麼一個綜合複雜性格的 雙魚座 當然它要常常換造型 我們說雙魚一生 有十二個造型要換 所以雙魚至少要染十二次頭髮 亮麗多變可以招來運氣 所以雙魚座是第一名的原因 記得要常常換你的造型 特別在過年前後 可以讓自己有個亮麗的面目 也不錯 好啦 那當然就是也希望 說到大家新的一年找出新西藏 可以換染一新 今天要謝謝安德之樂 謝謝